各位小伙伴,前几天我在尝试开通ChatGBT的API时,遇到了一个麻烦,就是在最后绑定支付的环节,我的Depay虚拟信用卡始终无法绑上。 这张Depay卡本身是没问题的,前几天我还用它成功订阅了ChatGBT的Plus。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是出在网络环境上,ChatGBT的支付系统使用的是Stripe。 Stripe为了防止欺诈风险,会对IP地址进行智能风控,发现有异常就会拒绝支付。 但大部分人用的Teezer都是多人共用的,风控很容易判定为异常,就无法支付了。 而且不光在绑定API时,在订阅Plus时,在注册ChatGBT时,在使用ChatGBT时,都会遇到风控检测IP地址。 所以需要优质的IP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怎么获取这样的IP呢? 尤其对于不懂技术的普通人,有没有简单又成本低的方法? 经过动手测试,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方法,就是使用Kamatera公司的云电脑, 能让你不论在哪里,都用上美国静态住宅IP,从此不只是ChatGBT,亚马逊,eBay,这些各种美国的应用都不是问题了。 Kamatera是一家以色列公司,成立于1999年,专门做云服务的,但知道的人不多,主要是做外贸的人在用。 Kamatera是毛利语,情仪的意思,感觉这名字挺复古的,是不是又知道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知识? 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怎么用Kamatera的云电脑,解决ChatGBT API绑定虚拟信用卡的问题。 首先点击我放在视频说明里的链接,进入官网,点击Free Sign Up这里注册,建议使用谷歌邮箱注册,后期登录更方便。 验证完账号之后,需要填写付款信息,还是用美国地址生成器生成地址。 不会使用的小伙伴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点击屏幕的链接。 手机号可以绑定中国大陆的,需要进行短信验证。 然后自动填写了一个优惠码,可以让新用户免费使用30天,这优惠力度有点狠啊。 下面要填写银行卡信息,我还是用Depay绑定,可以隔离风险。 所以为啥我要专门介绍Depay给大家,因为能用上的地方真的很多。 如果你还没有Depay的卡,可以点击屏幕链接,看我之前做的教程。 点击完成,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进度条,快进掉。 没有问题啊,说的是,给我银行卡打款了,需要验证下金额。 打开Depay看一下,确实收到款了,填写下验证金额。 点击验证,验证成功。 个人信息就完成了。 现在该创建云桌面了,点击左边My Cloud,Create New Desktop。 先选择电脑的位置,因为Depay是美国银行卡,要选个美国的地区,我就选纽约。 系统选Windows,版本选最高级的Windows 10,因为我的需求就是绑卡支付,配置就选基础能用的。 类型选B,General,就是大众款。 CPU选4核,RAM4GB,硬盘30GB。 下面都默认,设置好密码,写个名字。 然后下来看看账单。 第一种是安月支付,75刀,比较贵了。 好在可以选旁边的按小时收费。 开机时每小时0.1刀,关机时0.01刀,还有个网费0.01刀,每小时计费。 这样看还是不贵的,而且能免费用30天,可以之后再决定是否要继续付费。 然后点击创建服务器。 注意看左下角有个进度条。 系统开始创建服务器了。 你可以去喝个水,或者刷刷我以前的视频,留个言聊聊天啥的。 终于完成了。 你猜用了多久? 用了7分钟? 现在看看怎么使用。 点击Service。 这里有了服务器的信息。 点击选择Action。 出来了一堆功能。 找到下面的Console,就是控制台。 弹出了Windows的开机界面。 现在你的网页已经成了位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电脑。 输入你设置的密码。 进入了Windows。 我们直奔主题,去试试能不能绑定ChatGPT的API。 IE不好用,先下载个Chrome。 一通操作之后,登录上OpenAI的官网。 进入API的付款界面。 由于我登录了谷歌账号,之前填写的地址信息就能同步过来。 我就用和之前绑定失败一模一样的地址信息试试。 如果这都能通过,那别的就更容易了。 点击绑定。 验证下。 竟然绑定成功了。 看来Kamatera云电脑这个方法确实有用。 ChatGPT可以放心在这里用。 最后来看看怎么关闭。 点击右上角的Disconnect。 这样只是断开链接,机器还是开着的。 要回到Service这里,点击Action。 点击Power Off关机。 这里提示,即使关机也会收费。 除非你终止服务。 所以要注意,确定不用了,要在这里点击Terminate,结束服务。 现在就关机了,那总共花费是多少呢? 现在是免费的,但正常情况下,我用了大概40分钟,就算一小时吧。 加上网费,那就是0.11刀。 这价格是不是比想象中便宜? 但由于关机也收费,一直放着花费就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的账户在30天后确定不用, 要记得来提前终止你的服务,做Terminate。 但不要现在就删除,会被官方拉黑。 至少留一周,可以把你需要办的事集中解决掉。 比如把美区各种难搞的账号全都注册一遍, 该绑定支付的都绑定上, 然后再来Terminate。 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 CometRA为了防止太多人白嫖, 每个用户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我可是踩过坑的,被封过号才知道的。 总之,掌握了这个方法, 给ChatGBT绑定虚拟信用卡就很简单了。 注册ChatGBT更不是事儿, 不过你应该也能感觉到, 这个过程还是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 所以还是那个观点, 如果你只是为了用ChatGBT+, 那就没有必要自己去折腾这些。 不如直接去买个靠谱的成品号, 省时省力。 我会把自己用的渠道链接放在视频说明里, 供你参考。 CometRA更大的价值在于, 可以帮你打破网络的限制, 让你能自由使用全世界的互联网, 尤其是美国的, 有机会用上各种先进的科技工具。 这也是我这频道一直关注的。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